双盒 我来照顾首长 你去吃饭吧 我吃什么饭呢 祖主人都不吃饭 我吃什么饭 你一天都没吃饭了 不吃饭怎么行呢 来 我来喂洪主人 我 我不吃 他不吃我也不吃 医生说 这个病很难治好了 也可能 军医 军医 你快看看我大哥 军医 洪主人他真的没叫了吗 能采取的办法都用上了 既然这样 那就安排后事吧 咱们去弄一口棺材来 洪大哥 大哥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跟着你到部队来 为的就是跟你一起干革命 大哥 你醒醒 你现在不打敌人了 你不干革命了 大哥 大哥 我菩萨 保佑我大哥平安 无事火菩萨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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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洪大哥 你快醒醒 我吃双盒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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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是不是有病 大哥现在还有气 你做什么棺材 你说我和你疯了 你以为我希望红主人死啊 你就是 红主人都这样 你以为我心里不难受啊 你就是你 大哥 你可不能丢下我呀 大哥 你可不能丢下我就走 你们不能做棺材啊 不能啊 不能做棺材啊 我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不能丢 不能丢 你们了 你们了 什么事 你不 leurs 不认为你的 哥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我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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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儿 少儿 你想干什么 少儿 你要干什么 我要陪大哥一起走 你疯了 我没疯 大哥走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把钱给我 兄弟 我知道你舍不得红主人 我也舍不得 如果你要是死了 红主人能活过来 我吴老强陪你一起去死 该怎么办呀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请的老葬衣 你们别着急了 红主人有救了 快 快 大哥 救命的来了 救命的来了大哥 快请 病人在这儿 请 堅盖 能知吗 怎么样 还有一次忧气 他得的是伤寒 尝得出血了 人还有救没有 别着急 我开个方子 吃几副药 或许会有救的 老先生 拜托了 老母 他给过钱了 你拿着 我是来看病的 不是来挣大钱的 大爷 你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 救命的菩萨呀 救命的菩萨呀 双合 小心点 快起来 你别这样 红军才是活菩萨 你放心 我会尽全力的 连长 这棺材咱们还定不定呢 要是真的来了一个神医 但愿这棺材 害不着用场 听说是鼎鼎有名的老藏医 是周部长 从七十多里外亲来的 这个房子至上寒是非常灵的 好 对了 我们去哪儿拿药啊 去县城药店 我去抓药 我去抓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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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要抓回来了 要抓回来了 好吧 可是少了四位 少了四位 哪四位 什么蛋黄还有什么 我说不清楚 快打开 快打开 好 你看 这少的都是最关键的药啊 那 那怎么办啊 人命关天 得想办法解决呀 解决 解 解决 那就先把这些药 咱先煎了给我大哥喝上了 对呀 对呀 使不得使不得 那样煎了以后 他吃了不管用啊 没有效 那这怎么办呀 我大哥就在这儿躺着 那怎么办呀 其实啊 咱们周围的山上 这些药都能够采到 那行啊 只要山上有了 我们自己去采呀 对呀 那现在就去采吧 对呀 我们可以自己采 那好 我亲自在你们上山采到 好 快 快 就在那山上 就在那山上 那儿是吧 对 好 是那儿吧 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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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先生 先生 你看 我踩得对吗 这都不对 不行 这样 你到那边去看看 快去吧 老先生 你看看 这都不对 都不对 再找 好 这更不对了 你们再上去看看 再去看看 这 这啥事不通啊 这个对吗 就是他 就是他呀 就是他呀 再去采 快去采 双合 这边有 到这边来 大剑都过来啊 这边有 快 到这边采 好 有救了 有救了 来 把他扶进来 来 咱们给他喂药 来 拿着 烫啊 来 大哥 把药喝了 冰就好了 喝了 这药会有效果的 这儿 听说洪主任病得很重 还准备了棺材呢 生病 怎么会这样啊 洪主任病了 咱们去看看吧 好啊 对啊 去看看吧 你们准备去哪儿啊 洪主任病了 我们想去看看他 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有个老藏医 正在为洪主任治病 听说没事 大家现在去看洪主任的话 会打扰洪主任治病 这样等洪主任的病好了 大家再一起去看吧 那好吧 好吧 好吧 好了 大家都去忙吧 那咱们接着干活吧 那咱们接着干活吧 好 干活吧 昨天呢 吃了两副药 她的高烧就退下去了 今天是吃的第三副 现在根据卖相 她应该马上快醒过来 洪主任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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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洪主任 洪主任 你终于醒了 你都昏迷好几天了 可怕我们吓坏了 主任啊 你吓死我们了 多亏了这位老藏医 给你开了几副药啊 是 谢谢 洪主任 我就是和郎中 专门给人治病的 谢什么呀 我还以为这次听不过去了 幸亏遇到了你老人家 您是神医啊 可不是什么神医 我祖辈几代都是丧医 我开的药方啊 就是家里祖传的 洪主任 你放心 再吃两副药 你的身体啊 就会完全好的 大哥 你醒了 你看我都醒过来了 你怎么哭起来了呢 大哥 别哭了 你活着 我就活着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飘呀飘起来 掌灯有解采呀 掌灯有解采呀 鄉上 还拿来 掌灯有解采呀 掌灯有解采呀 咻 且算 就有 кра 我 双子 大哥 你起来了 好多了吧 把你的手枪给我砍一下 砍枪干啥呀 一枪不夹壳吗 不夹壳很好使啊 挺好使 从来就不夹 嗯 我 就 就抢过一回 哪一回 哎呀 就那一回 那一回我 到底哪一回 就 就是你生病 大哥 你知道了 老强都告诉我了 你怎么能拿强朝自己的脑袋上打的 是吗 当时我看你都挺不住都不行了 所以我也想死 你这个混小子 你还像个红军战士吗 大哥 你听我说呀 大哥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呀 说什么 你听我说呀 说什么 你听我说呀 说什么 你是为谁活的 大哥 你说你带着我参加红军 你要是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双河 你还记不记得在老家查查 你被宫头吊起来 在火上烤 差点把你烤死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忘不了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老百姓 依然在火上煎熬啊 共产党领着我们闹革命 前途后继呀 用一条条宝贵的生命 去打一个好天下 可你 你干了什么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 大哥 我该死呀 你真的该死呀你 大哥 我错了 我知道 我这条命不是为别人活着 而是为了革命而活着 大哥 大哥 我以后再也不会随随便便地死 你真的糊涂 把枪收起来 大哥 大哥 双鹤 当年我带你出来当红军 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一路转战到川西 又爬雪上过草地 这一路上 你亲眼看到多少同志 倒在了雪地上 你要记住 不能轻易去死 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肩负着好几条生命的使命啊 你知道吗 开了 你就这些把枪负着好几条生命啊 留下了 你 不用 obst scholarship 真的是 挺正常的 很多人都是 有乘负着好几条生命啊 嗯 我们哪 应该也快了 我们整治部要带着伤兵员过草地 跟中央红军和红子军主力 尽快备上 报告首长 军部来电 原地带命 军部来电脑 红主人 主任 你找我呀 四方面军的总指会发来了电报 什么内容啊 让我们撤回芦花 黑水一带 原地待命 洪主任 我们洪四军历尽千难万险 牺牲了多少同志 我们好不容易翻过了雪山草地 来到了这里 如今为什么还要翻回去啊 服从命令吧 洪学智接到洪四军军部原地待命 等待主力部队回来的命令后 陷入沉思 大部队已经北上了 为什么又要南下 洪学智当时并不知道 洪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此时已经打定了主意 与中央闹分裂 反对洪军北上 强令红色军和洪三十军 脱离右路军向南折挥 你们俩看 这片地区都是粮食比较丰富的 洪主任 主任 来 好点的没有 您慢点 同志们都坐吧 军部从班又发来了电报 不 叫我们不再过草地 原地待命 等待他们回来 我们现在的粮食已经不多了 还有那么多伤兵员都要吃饭 等部队回来了 更多的人要吃饭 我们一定要搞好后勤工作 好吧 好 我想办法去抽粮 好 我们现在在芦花 黑水一带 一定要想尽办法抽粮 能抽多少是多少 还要同志大家 一定要节约粮食 每一个伤病员 每天要吃多少粮 吃多少羊肉 一定要有规定 我们一定要 细水长流 老总 中央北上 怎么连我们也不通知一声 中央里来点 孔子在咱柜桃里受理 下面不对情绪怎么样 很不稳定 五九军团提出 北上找中央去 完完不空 北上 你我来这里 不光是要带五九军团 而是要带领四方面军 八万人马一刀背上 你我做一周 掌柜桃里一目就会叠成 孔军 不是我祖队领 也不是他掌柜桃里 而是当里闽根子 可他硬要带部队南下呢 斩阻他 我们来个 斩堂斩术 从目前的敌情来看 南面国民党数十万人马 并未撤离 左勿军南下 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绝不能让湘江战役的悲剧重演 绝不能让湘江战役的悲剧重演 老总 你是红军的总司令 能够独成悲剧的 只有你了 北辰 你我的责任重啊 我们要 趁下心来做工作 要团结 要将赤柳 不能乱来 我就不信 四方面军 大多数个自在员 会跟着他掌柜逃走 赵团长 洪邪智带的伤病员 捉纱在芦华 听说呀 他在这里 打病了一场 这病的可不轻哪 这样 你带着部队走 我去看看他 是 你好 洪主任 听说你生了一场大病 怎么样啊 徐董主委 病好了 没事 没事 没事还煮了棍子 三只腿走得更稳吧 不过生病那几天 还挺危险 差一点见了马克思 你个红大哥子 你去见马克思了 我几万红军怎么办 饿肚子 是您饿肚子的吧 走 咱们先吃饭去嘛 走 再看哦 东西 那这还有小 writings啊 伴 carne 那好 难受 有美 好吃吗 好吃 徐总之辉 你一定要多吃点 我徐向前 这肚子 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黄大哥子 感觉你这伙食这么好 哪里高来的 都是从老百姓的手里买来的 总算是没有让大家饿肚子 好 你也吃 不 我这几天身体还没恢复好 没胃口 不过看着你们吃的有滋有味的 比我自己吃还舒服呢 你这个黄大哥子 还真是个称职的粮草官 好 徐总之辉 有一件事情 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说 咱们的大部队为什么要撤回来 不跟中央红军被杀了 一言难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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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恢复好身体 走了 保重 徐总指挥 一路小心啊 张国焘强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后 当年十月起 先后发起了一系列战役 虽然歼敌三万余人 但红军损失惨重 被迫从进攻转入首室 1936年2月 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康帝 道福儒惑战役 红四军再次奉命翻越加金山 快起来 快快起来 小心 我给你爬出来 来 红主任 这山叫什么山呀 叫加金山 这山这么高 我们怎么爬上去啊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爬过加金山 走不动的伤员 我们就是抬 也要抬过去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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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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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这个地方空气西部四千多米 你们倒下去 快起来 就死在这儿了 快起来 快起来 起来 起来同志们 起来 起来 继续走 走 走快走 走快走 往前走 走 往前走 别倒下 走 走 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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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醒醒啊 双合 双合 你怎么了 双合 你不是说 我不死你就不死吗 你怎么了 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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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睁开 我命令你把眼睛睁开 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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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山王 醒醒 山王 王山王 醒醒 王山王 醒醒 醒醒 龙大哥 你要去哪儿啊 我也不对去 带上我吧 我也要当红军 不能牵 红主任 你要杀就杀我吧 刘双合 执行命令 我不 大哥 别哭了 你活着 我就活着 双合 吃 红烧肉 好不好吃啊 这肉太香了 快 快 吃 吃 报告 报告主任 我 我以后不抽大烟了 好 你既然保证 以后不抽大烟了 那你就可以吃 哎 来 双壳 主人 雪根本就埋不住人 风一挂都露出来了 还是把战士们抬走山下吧 我们这些活日的人 能不能爬过这些雪山还不知道呢 我自够多讲究一个入土为安啊 咱们不管有多难多闲 也不能把战友埋在雪地里 一定要把战友们的遗体 台下山去鞍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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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 走 走 走 有人嗎 主人 沒有人 晚上 我們就在這兒速映吧 好 大家都進來吧 抬進來 來 好 天黑了 明天再暗藏他們吧 同志們 咱們速映吧 主人 主人 你沒事吧 主人 主人 歡迎 靠上掃 龔尿 важно 一千 meio 请 啊 上士了 有个音essa啊 怎么回事 柳双颗的腿在动 这儿 这儿 这 双河 双河 醒醒 双河 醒醒啊 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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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啊 还活着 双河 醒醒 快 拿姜汤 是 双河 双河 姜汤 姜汤来了 姜汤 快 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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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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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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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真醒了 扫子 太好了 你醒了 醒了 你醒了 醒了 双河 双河 我们以为你早就死了 没想到 这匣子醒了 我还活着 活着 你还活着 活着 活着 兄弟 你还活着 你还活着 醒了 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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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柳双河醒了 其他同志也许也活着 赶快抢救 是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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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来 怎么样 来 来 快 快 来 酱汤 来 来 都抬进来 慢点 双河 双河 起来 来 坐坐 坐一坐 双河 是这个吗 爹 娘 我 刘双河 死了 又活了 多亏你们 保佑我 我又活了 来 走 他怎么样 活着呢 活着呢 我这个也活着 抬去烤火 快 还有谁 好 快 走 怎么样 快 抬去烤火 快 走 快 酱汤 主任 这个也活着 快 抬去烤火 快 公主任 山蛙他不行了 山蛙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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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英雄 将来革命胜利了 党和人民 不会忘记你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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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攻占了 沾化县城 而且俘虏了 反动头目几百名士兵啊 缴获了大批牛和羊 是啊 到这个地方就不熟吃了 主任 对俘虏和战利品 打算怎么处理啊 俘虏们经过教义之后 全部释放 那些牛羊呢 也全部还给当地的头人 和老百姓 这 你这个民运部长 是什么意见啊 主任 这俘虏可以放了 这些牛和羊吗 这么说你是不同意了 不是不同意 目前我们部队 正确吃的用的 战利品没有必要还给他们吧 是啊 战利品看怎么说了 我们遭到当地头人的阻击 缴获的牛羊 应该算是战利品 但是同志们啊 我们还要想一想 我们在长征途中 经过了很多少数民族地区 在这期间 也跟不少少数民族兄弟 发生过摩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兄弟们 根本不了解 我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特别是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特别是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造成了少数民族兄弟 对我们的误解 咱们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的部队 在苦瓜寨和鸡公寨的事情吧 是 是这个道理 我们也知道了真实的情况 他们的态度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为我们筹备了大批的粮草 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供给 同志们啊 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 一定要执行 党的少数民族政策 真诚地赢得 少数民族同胞的心 归还那些牛羊 我也很心疼 但是 我们不能阴小失大呀 一定要让少数民族的同胞们知道 我们红军 是一支 正义之士 站住 优优独播剧场 甘露 瞧这个人的样子 像个左官的 像个红军的头人 身上没带任何武器 红军头人 独自一人上山 也不带武器 有胆量 有诚意 头人 我们红军路过这里 打扰了 你是红军的什么头人 我叫周干明 是民运部长 民运部长 你不是红军 最大的头人吧 朱扎在彰化城里 红军最大的头人 听说是叫红主人 对 他叫红学智 是政治部主任 我知道是红主人 他已经托人给我说了 说红军是路过这里 不打藏族兄弟 放了我们的人 牛和羊 是红军 头人 我们主任非常想认识你 如果你肯下山的话 他会请你喝酒 哈哈哈哈 请我喝酒 明天我就下山去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红主人 是红主人 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 我们把牛羊还给他们之后 我没想到巴顿多吉 对我们红军的印象非常的好 我跟他说了 如果他愿意下山 你会请他吃饭 他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 太好了 干明啊 你这个红军头人干得不错嘛 那明天咱们就好好地准备准备 请巴顿多吉头人大驾光临 好啊 那我们去准备了 好 走 好 大家辛苦了 咱们抓紧时间啊 好好好 巴顿多吉头人马上就到了 好嘞 红主人 今天请客能不忙吗 您看看 这羊肉可真香啊 红主人 尝一尝就知道了 好 我尝尝 我大点 把切好的菜拿出去 好 但是好像少点多量嘛 再去加点 好嘞 不够 红主人 头人带着一对人马下了山 现在已经到了 江化城外的小头堡 还带了一对人马 远远看着人不少啊 那咱们准备的菜不够啊 那这样 你再去搞几个菜 再杀枝羊 是 走 是 去吧 是 去 去吧 来 来 来 去吧 来 看去吧 欢迎你 来 请进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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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顿多姬老兄 洪老弟 哈哈哈哈 抢了你等我 更求孙 拉拉日 拉拉日 抢了你等我 更求孙 拉拉日 请拉你森巴 索呀呀 拉拉索 扎西修 好 巴顿多姬老兄啊 洪军在彰化 要开展工作 以后可就要靠你了 长蒙洪军看得起我 我就不客气了 这个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当了 往后啊 红军有什么困难 找我巴顿多急 好 那就谢谢你了 好 好 好 前面 欢迎攻击部的女兵 给大家演唱一首 八月桂花便地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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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月桂花便地开 显红灵奇 Foreショes 是高砂数起来 掌灯有折彩牙 掌灯有折彩牙 光辉灿烂 山出新世界 山崭革命 醉鲜鲜 不怕牺牲 冲啊冲向前 为敌神圈牙 为敌神圈牙 风风转转 如今要失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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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为爱 征服 为人民 人民征服 大家庭 人人有家庭呀 人人有家庭呀 爱征服就是 爱呀爱自己 阿月 归花 遍地开 红军队伍多好迈 小蝶帆不怕牙呀 小蝶帆不怕牙呀 乐意胜利 心呀 幸福来 好 请来给你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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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好 请 好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又不是宣传队的女兵 唱成这样不错了 是吧 是啊 同志们 手掌 你们今天唱得真是不错呀 张喜子 你不是四川人吗 怎么会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啊 那可是我们大别山的歌曲啊 我们供给部有好多战士 都是从大别山过来的 是吗 我一听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 就想起我老家了 想起老家的父老乡亲们 这首大别山的名歌啊 真是好听啊 姐妹们 让我们的手掌 给我们唱唱歌好不好 好 真给你们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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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红大哥子 那就给你们唱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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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啊 当个里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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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数呀数起来 掌灯有节彩呀 掌灯有节彩呀 光辉灿烂 山楚新世界 唱了 一杆红旗飘在空中 红军的队伍要扩充 包围工农新政权 带领群众闹革命 红军战士最光荣 亲爱的农友们啊 亲爱的农友们啊 拿起岛墙都来当红军 拿起岛墙都来当红军 好 好 好 现愁了 现愁了 你们今天啊 也都非常辛苦 都回去休息吧 好 那咱们走吧 都回去吧 嗯 船长 我们走了 小后我追 船长再见 起帮我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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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人 你怎么还不睡觉 你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没想什么 你还唱歌 还笑 我都听见了 你睡你的 快睡吧 嗯 嗯 最近也没打什么胜仗 至于高兴成这样吗 睡你的脚吧 嗯 嗯 嗯 嘖嘖嘖 嘖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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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嘖嘖 嘖嘖嘖嘖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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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一趟 问题要及时汇报 来了 报告 来来来 来 希泽同志 昨天你们的歌唱得不错 不好不好 你认识军政治部的 洪学志主任吗 认识 之前见过几次 但是不熟悉 我在备赴场工作 没什么机会见到首长 这就不对了 昨天我们都还看见 你们和首长一起唱歌呢 那么多人 首长怎么能记得住我呢 今天洪主任啊 称赞了你 说你的歌啊 唱得特别好 我是班长嘛 我当然要带头了 小鬼 你认识洪主任 可是你不了解洪主任 你跟他接触得少 我给你介绍一下 洪主任呢 也是苦出身 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 十六岁参加了 鳄玉碗地区 商南齐 并且入了党 十九岁 当机枪连的连长 二十岁当了师 政治部主任 二十一岁是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红主任呢 是炮火底下 打出来的红军将领 他呢 作战是护将 平时为人也不错 可这一转眼 也二十好几了 喜泽同志 我这个当军长的 说话就是直来直去 不会拐弯抹角 今天我和政委 明英同志 一起来 就是想介绍给你 认识洪主任 你看怎么样 可是我已经认识 洪主任了 我们说的认识啊 是那种认识 要是婚姻大事 要我父母做主 我父母又不在 我和我二哥商量一下吧 行 今晚回去啊 就和你二哥 好好商量一下 喜泽同志 这事吧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再和你二哥商量一下 啊 嗯 嗯 宝贝 !". 嗯 不 radora 震 震 洪主任呢 也是苦出身 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 十六岁参加了厄玉晚地区 商南齐 并且入了党 十九岁当机枪连的连长 二十岁当了师政治部主任 二十一岁是洪四军政治部主任 洪主任呢 是炮火底下 打出来的洪军将领 他呢 作战是虎将 平时为人也不错 可这一转眼 也二十好几呢 班长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啊 没事 你先忙去吧 二哥 我找你有点事了 什么事 你出来一下 有什么就说 我正忙着呢 叫你出来就出来嘛 过来 西汉 我来帮你弄 你去吧 谢谢 谢谢 什么事不能在那儿说啊 非得到这里来 别跑啊 小薰摔着 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二哥 我没犯什么错误 你没犯错误 有什么事不能当着别人面说啊 我 妹 看你那吞吞吐吐的样 有什么事快说啊 嗯 有人喜欢我 妹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犯错误 部队有规定 谈婚论嫁的 起码得是个营级干部 她是个营长 到底是不是啊 不是营长 难道是个团长 难道还是师长不成 不是营长不是团长 又不是师长 那是个什么长啊 是红主人 红主人 您说的是 君正之部的红主人 这 这不会吧 人家红主人是个军级干部 怎么会想到你呢 我也没想到啊 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我有那么糟糕吗 为什么不会 真的 嗯 嗯 哥 昨天晚上 谢正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王军长和他爱人冯大姐都在 他们说 他们说 要给我介绍红主人 首长总不会开玩笑吧 照你这么说 还是真的 二哥 这事儿你同不同意 没 人家红主人是军级首长 二哥跟他没接触过 不过啊 平时听别人讲过的 打仗勇敢 足智多谋 性格又平靡近人 是个不错的人哪 二哥 那你同意了 妹妹 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你自己做主 咱们俩 虽然是同胞兄妹 但也是革命同志 这件事儿 只要你愿意 二哥嘛 不会受半个不字 那你就同意了 二哥不是讲得 清清楚楚的吗 只要你自己同意 二哥嘛 绝不会受半个不字 这是个傻二哥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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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二哥 哼 哼 真是个傻妹妹 哼哼 有 有 开始干活儿 好 细泽 手掌找你 手掌好 小鬼 昨天晚上考虑得怎么样啊 洪主任比我大六岁吧 大六岁好啊 合适啊 嗯 那就让何大姐邻里去见洪主任 你们好好谈谈啊 细泽呀 前面那所房子就是政治部铸地 洪主任就住在那里 你一个人上去吧 你不是 你不是那天晚上唱歌的张班长吗 嗯 你不是背负场的吗 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找洪主任 你找洪主任干什么呀 我 我找洪主任有事 行 我带你去找洪主任 走 哎 你还会唱别的歌吗 啊